你没有杨锦专心 也没有杨锦基本功扎实 更没有他一心一意打磨出来的快刀之反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你告诉我 你能怎么破 杨锦练刀数年只为了一件事 就是如何让自己的刀更快 但是你不一样 你试试刀法大加 你要是没有足够的抵御 恐怕连模仿也模仿不会 你小时候跟令堂习武时 所觉必不止于刀数吧 其他门口都有所设立 对不对 你见识多 视野宽 倘若悟性足够的话 我的破血刀 能比杨锦的刀更快吗 赢不赢杨锦我不在乎 谢允说得对 我要赌 招招无迹可寻 不追逐他的快刀落在我的无常 你过来 你跟我比划一下你昨天说的 不是 你还在研究端眼大斗破绽啊 我没睡够 我再睡一会儿啊 再睡一次 没睡够 我再睡一会儿啊 我再 再睡会儿 再快是有多快 再重 能有多重 我知道你 阿凡 找什么呢 阿凡 你放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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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人 你这脸都练出膜症了 你不吃 我还吃呢 你吃呢 不吃呢 我吃呢 早就吃啊 对吧 ا朋友 他这是练的什么功啊 气奇怪怪的 怎么闭着眼睛呢 真奇怪啊 他这个呀 叫闭眼蝉 我们全靠脑中的想象 去比划练功的 远程 别管他练不练功了 先生来教我们唱曲吧 对啊 好啊 燕雀来归弟子香 千钩百郎小姚娘 这个姚娘是谁啊 莫不成是先生的心上人 我能有什么心上人啊 要是有的话 那岂不是辜负了 满天下的红颜知己吗 若是蒋不明白啊 就押在我们羽衣班 当蒋叔先生 不用走了 是啊 对啊 别走了 周姑娘 你说好不好呀 你们问她就好了 问我干什么 周姑娘不是先生的爱徒吗 若先生留在羽衣班 那周姑娘不跟这一道留下来吗 就是啊 好了好了罢了罢了 我这个小爱徒 这个小爱徒啊 就是一个满脑子想着 刀光剑影的舞痴 根本不解什么风情 你们就别逗她了 怎么走了 救不了呀 算了 就是 咱们继续 先生 教我们唱这句啊 这个怎么唱这句啊 先生快教我们 师父 这次都是因为您执意 您执意要救周姑娘吗 没事的 慢慢恢复就好了 别担心 霓裳夫人手了半身功力才治好我 她担心我再出事 肯定不愿意让我再去应战 她把我当自家晚备看 我也不能让她伤心啊 好 忍 你这是做什么 变刀未果 哪个树枝出气啊 信息讲完了 讲完了 民阵脱逃的故事讲完了 该将家舍命取义 陪君子的故事了 我怎么听这个话 好像是在讽刺 不错呀 阿云 这都听出来了 我讽刺我自己还不行吗 有个热衷武学的女侠在 岂不就是舍命陪君子吗 你是不是吃醋了 我没有啊 你现在是不是心跳加速 浑身冒汗 双甲滚烫 甚至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 我没有啊 怎么样 我敢看吧 信了吧 你打我干什么 你 你签奏 阿妃 你没事吧 不用你管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自己什么情况 你平日里要斗过杨姐还得靠机制 你如今这内伤才刚刚好 实力因此大打折扣 你要怎么比 我 我知道你要说我瞧不起你 凭什么觉得你输定了 所以这些日子我都避开这个话题 只给你做刀法分析 这方才你也看到了 你不过才打了我一掌就通得嗷嗷叫了 这要真跟杨姐对质 后果 就不用我再追溯了吧 谁要嗷叫了 我知道你倔不信邪 什么事情都放在心里 哭了 还哭上了 你去哪儿啊 你宝刀不要了 不要了 那你还比吗 不比了 有那闲工夫 有那闲工夫 我还不如多琢磨琢磨自己的刀 去哪儿啊 你身体还要有给大家 那宝刀我拿走了 你身体做,…